利用公式的部分,產生在上面的這個相乘的乘數跟背乘數 如果說我今天呢,再複製一個按Ctrl鍵 你把它拖拉過來,這有第二個好了 比如說我第二個,我換一個方式 如果說我今天,我希望產生的方式 我把它delete掉了 這個把它改成無框線 那我的框線改在 乾脆 在6789 在這裡 假如說我今天呢 我希望我的99成馬表產生 是在這個格子裡面 那這個地方,我不需要給任何的編號 就可以自動幫我產生99成馬表 不過這邊的話,會需要用到兩個函數 這兩個函數的話 應該是到1到9 然後1到9 6789 應該是在這個範圍 1到9跟1到9 我把這個改成無框線 這個範圍 1到9 1到9 把它加一個框線 好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 產生1到9 1到9 你可以在那個 A1的地方 插入一個 函數 那這邊 我們會用到一個函數 叫檢視與參照的這個類別 檢視與參照的類別 實際上呢 在這裡面呢 我可以用一個 函數叫做column column的話指的就是哪一欄 然後另外再配合一個叫row row的話就是哪一列 就是比如說這個地方 A就是第一列 他回來就告訴你1 B欄的話就2 那也就是說如果今天用欄跟列的關係的話 我可以 乘上 1的話用那個列來表示 就是用那個列函數 那做法我做一次給各位看 第一個 插入函數 那這邊的話你可以找到在那個 檢視與參照 這個類別裡面呢 會有一個函數叫column column指的就是說 你現在 儲存格在哪一欄 他只會管哪一欄 不會管哪一列 按確定 好 然後直接按確定就可以 這個括弧裡面不要放任何東西 column 然後呢 and 串接一個什麼 串接一個一樣 一個x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and 再and什麼呢 and之後 就是 再加上列 列的話呢 你直接打那個肉函數 row 然後小括弧 這個就指的是列 那 如果小括弧沒有指定 裡面沒有指定任何東西 就指的是現在 a1 那第幾列的意思 第一列 所以 1乘上1 1指的是第一欄 這個乘上1指的是第一列 那等於 所以後面再串接and 然後等於 等於部分的話呢 我們就是把兩個相乘 那 這邊再一個and 把兩個相乘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column 乘上row 這個把它複製一下 或者你重新打也可以 兩個相乘的結果就是 貼上之後 把那個串接的這個符號 改成乘就可以了 改成一個 star 就是 第一欄 乘上第一列 打勾 那你會想說 這有什麼 那 要不要鎖定呢 其實完全不用 打勾喔 這個時候各位可以看到 結果就會變成 1乘上1等於1了 好 那如果我現在往下填滿會怎麼樣 多拉一個 1乘到9就可以了 那你會發現 1乘上123 自動會怎麼樣呢 去抓到 也就是後面的這個 函數會去抓 他現在位置 是在哪一列 所以呢 他會自動幫你把 後面這個數字 用前面的這個列號來代替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 當你可以向下 沒問題 向右有沒有問題 向右 到第9列 就第9欄 好放開 你會發現 一個99乘法也出籃了 為什麼 因為呢 他前面用欄號來代替 那欄號剛好是 第2欄 第3欄 第4欄 一直到第9欄 所以這邊注意 我們這個地方的話呢 另外第2種做法 就是說 你可以用 一個叫column column指的是哪一欄 row 指的是哪一列 然後最後把兩個相成 的結果放到後面 也會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所以請各位等一下呢 做 把剛剛的工作表 直接怎麼樣 拖拉過來 按Ctrl鍵複製 感觸鍵按住 就等於是複製 複製過來之後的話 那再來就是把這個地方 原來的 上面的編號把它刪掉 然後最後呢 利用這個地方 Current跟row 把它完成這個列息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試看 那主要就是這兩個函數 Current 跟row 這兩個函數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在那個我們的 Excel裡面 其實有蠻多 這個函數 其實觀念上面都差不多 就是說 它可以利用函數可以幫你達到 你本來 很麻煩的事情 它可以很快的幫你把它 簡單完成 這個就是所謂的函數 OK 試試看